你好 阿Sam 今天是3月3號12點41分 今天來這裏來慰揚淡水 這間未拍過給大家的 即是本地老闆整棟樓買下來做的海鮮餐廳 本地生意也是很火爆的一個牆來的 我們現在在哪裏呢 這個就是淡水河這個位置 那邊就是星河丹堤的 旁邊就是星河丹堤 那些灰色樓是星河丹堤的新房 那個V2區 即是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就在星河東路 後邊就是那個惠州南站 那這間我們在前門入 沒有在側門入了 我習慣了後門進去吃飯 即是招呼朋友方便 即是這些是整棟樓買下來做的那些 就多人去光顧那些食材新鮮 668 668法 668法 我在這裏看一下有什麽菜吃先 那裏有這些海鮮池 我拍一下Vlog 我吃飯 我跟那個賈小姐訂了房了 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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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先看看我們這樣今天有什麽吃 你介紹一下 蝦蟹啊這些 我都知道 這裏有燒鵝啊 燒鵝 燒鵝很棒啊整個禮牌 可以 燒鵝的禮牌 我們看一下這裏的 就這樣瀏覽一下 我以為我平時 偶爾都會來這裏吃飯給大家看看 即是正正都是那些海鮮池 那些海鮮它那些都是很新鮮的 那些海鮮的話 大眾價錢 但這裏的好處就是有包房的服務 有包房 這些就是那些菜牌 上面那些小炒 這裏這間就小一點 就比我上次去那間澳頭大飯店 小一點 但這裏的師傅穩定一些 出品就比較好的 好很多的 那我找個人來點菜先 訂人菜集水電 還沒客人關門 招呼我 那裏呢 好 那這裏呢 還有這些 每一個季節有去時能的 都有周時去變的 我們等一下 等一下她下來 我們先CUT了 這個我經常找開的部長陳小姐 都是站光人來的 我經常找她點菜 我們來看看今餐點菜 我也很熟悉了 來一個麗牌燒鵝 我要上莊 我要瘦的 沒問題 沒問題 那麗蝦呢 這些麗蝦比較特別 麗蝦呢 很多地方都沒有的 我去澳頭大飯店都是沒有的 麗蝦野生的 麗蝦細小隻 幾特別的 這邊大灣特色 大灣特色 野生的 這些純野生的 野生先拿回來 今天就 多少斤這隻 128 來一斤 麗蝦比較新鮮 食蝦的是嗎 阿阿阿阿阿阿 阿阿阿阿 看看油斑還有甚麼吃 青菜 做個青菜 你那裏今天有甚麼時令 我看你那裏有甚麼時令 即是這裏 這裏的牌寫著 這些是一個季度推出的 這些是過了季度的 你準備有春季 春季準備來了 OK OK 那裏做個青菜 青菜這裏有 好 我們這裏來這裏 有甚麼青菜好吃 通菜 你介紹 焦師傅也通菜 焦師傅也通菜 好 焦師傅也通菜 還有甚麼特色菜 給觀眾看 四個人 四個人 海鮮 燒味都燒得好 現在就 燒味煎湯 煎湯 煎個沙白湯 煎滾的 是好的 新鮮的 都是工作餐 不是餐餐得那麼好的 頂不上 這裏 可以介紹的了 這裏你們吃兩三千元 你都沒問題 即是上 再上些都有更好的食材 下邊工作餐 可以找陳小姐去預訂好一點的食材 都有的 那我們現在入房 差不多 差不多 你覺得差不多 煎菜湯 夠 夠 白飯也不用多 是 有小食菜 糖水 那些都有 這裏有特產賣 這些 客家的特產 很多人來這裏吃飯 又要買一些特產 那些 客家黃酒 那些 那些 那些是甚麼真品 那些 那些 準備種仔的出來 準備做甚麼 種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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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種也有 喔 端午度了嗎 提前 提前準備 這裏還有 除了這個 潤福 還有一個 燉品流 是 專門 專門飲燉湯 叫燉品流 的 有些湯要預訂 的 就在這附近 的 彩虹城 對 彩虹城 那你說平時一個人 他有一個燉湯 一宗 百多元 那麽配個青菜 加個飯都幾好 那麽配個青菜 中好 歡迎光臨 六六八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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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六八 你好 我們進來房間坐 四位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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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們吃飯 都有包廂 我們拍攝的房間 我們坐 我們坐 四位 你們喝什麼菜 主婦 主婦 好 請坐 這裏 是 不好意思 這裏 小小的房間 這裏 小小的幾百元 這裏有個房間 這裏 這裏 這裏有拍攝 這裏就是星學單體界的位置 那裏 那裏的房間 我看了星學單體 那裏看了 這裏看了蠻窄 我介紹香港的朋友 經常說 除了商場店 還有什麽 蠻窄 就是香港的朋友 香港的朋友 可能認識萬達、燦邦 對於這裏 也有很多 這些私人的餐飲 萬達、燦邦 都在附近 對 認識這些商場 附近有什麽食 我就介紹一下 那裏 這些餐飲 就是本地人 整棟樓買下來自己建 這樣做 成本會低很多 出品會穩定很多 我喜歡來這間餐飲 就是 他幾時來吃 那些出品都很穩定 還有那些食材是新鮮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 始終都是一如既往 來到餐館 有時的廚師網 要等候上菜 所以都坐了一輪 那裏 我和這間餐飲 和南站雙城 歐陽生 在這裏融善 那 自己也都 之前在本地下成交 那 看看這項項目的進展 以及也回訪一下 現在的成交量如何 對不對 那今天來這裡 就看看我們今天吃什麽菜 那 我最喜歡吃就是這個水煮油番 哎呀 忘記叫他拿飯上來 那 那 那些燒鵝 那 那些燒鵝挺漂亮的 那 還有這個 辣酒煮花蘿 花蘿 我喜歡用這個辣酒煮的 那薄餅是送的 泥牌 我來的時候也是送薄餅 那 今次也送了那個 熟米汁給我 那 這個就是這個蝦醬炒通菜 重點是這個泥蝦 泥蝦 泥蝦是 惠洲才有的 泥蝦 是惠洲 這裏那些野生的泥蝦 蝦口很硬 很鮮 小小 很容易入口 有個湯 就這樣 那我來試一試 那 他這些地方都自動有公筷 有自己的筷子 即是配兩對的 都叫達標的 即是不用人提 即是你來到有公筷 那 食條青菜炸一炸泡 真的 因為我也是減肥的 有很新鮮的蝦醬味 我先吃一口 咬完生 我先試吃一下 好 就是這個 現在都要攪拌這個美食頻道 哈哈 攪拌一下這些 這個泥蝦真的很鮮甜 是這裡的特色 海鮮 即是野生 小小的蝦野生 很鮮甜 不錯 那 其他菜我都不試 試一試這個油斑 這個油斑 我喜歡的海魚是水煮的 酸菜又少吃 反而是水煮比較好吃 即是濃烈的 那些斑魚水煮 即是辣辣的 很重 他這個 我等一下叫他拿飯上來 即是他 魚新鮮得來有麻辣 即是你去很多商場店 他有水煮魚 但就不會有海魚 沒有辦法 商場店是做些大眾生意 比較多 即是商場店最多 只有爐魚 極其量都是桂花 但你這裡吃 你東青班 什麼海魚都有 你要怎樣煮也可以 對 那 這個燒鵝 燒鵝的皮很脆 不過房間有點耐耳 在這裡等上菜 這個功法來 燒鵝的肉質很緊 這個味道很重 這個味道很重 水燒鵝汁 都不用蘸酸梅醬 就蘸酸梅醬 就蘸酸梅醬 吃得OK 那 我們先開餐 慢慢吃 歐陽先生 我們用餐 好 你有沒有拍歐歐陽先生 好 那我們現在開飯了 現在就石盆 我們開始開始 用餐 來來 好 好 那我們吃飽了 吃飽了 但還沒清桌 現在我們國內有個清桌行動 不能浪費食材 黃先生靠你了 你吃多一點 你最瘦 這裡你最年輕 你清掉它 那麼 吃飽了吧 歐陽先生 哈哈 都可以 最主要是 之前有些內地客戶 我成交過 都是深圳和本地 都有的 那 你要跟進一些售後的業務 還有 也跟歐陽先生聊一下 你們現在的項目 南站新城 北五區 已經是不會再有 推出來賣什麼 就是 它又不是說賣光 但是貨尾 它現在就不賣了 就是天地樓層 那些 那你說移動 可能貨量會有 就多些 但是就不賣了 因為現在主要就是 推著這個 北四區 是全新 新的一期 那些貨量推出來 是吧 那你現在 北四區那個 會形上 比那個北五區 有什麼優勢 就是它那個 就是有什麼類同 那肯定是很類同的 但是會有什麼出入呢 戶型上呢 就是多了一些選擇 而且 相同 相似的戶型裡面 做了一些優化 譬如 北四區的大四房 就相比北五區的大四房 它的陽台加大了 哦 陽台加大了 剛才我們的陽台 就是客廳開出陽台 現在 北四區的陽台 是直接連到房間 就是陽台的長度 闊度會長一些 可以在房間出陽台 通去客廳 是的 那你的居住在身 又會更舒適一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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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都是南北通道 都是南北通道 那都說說 你們那個 北五區 它那個 那個 因為你們是九月份 上年九月份 是去燒的 去化 那到今時 現在是大約三月份 是嗎 差不多半年的時間 整個區的貨量都出了差不多 是 那現在 它那個 客戶的群體 主要是什麼為主呢 客戶群體呢 我們這邊 佔了百分之五十左右 都是深圳客 深圳客 深圳客 因為它坐高鐵 太方便了 很方便 那也是正常的 江衰 深圳的江衰為主 是啊 然後呢 還有 還有三成左右 是 本地的客戶 本地客戶 第一 他也有看中 他相信這個規劃 對這個 本地客在這裏了解 如果本地客戶 願意買這個地方 我相信這個地方 發展一定是很好的 因為一般本地客戶 他都有自己自住樓 或者自己住間的樓 他沒有軟過賣樓 我也有本地客戶 成交的 其實本地客戶 和大家講講 是很難成交的 因為本地人 其實你香港人 你都受不起新樓的價錢 都是買二十樓多 那正如我這些本地客 都是怎樣呢 都是喜歡買地來蓋樓 就是計算 它會便宜 不過買地蓋樓 又不可以做按揭 那你說 為什麼一些客戶 都會買到去那邊呢 因為你升學單體 現在的學位都爆了 那就是說 是你那個戶籍 升學單體 那個小區的業主 是那個地段 對於他們本地客 他們的小朋友 是可以去讀那個小學 但現在的學位 都是嚴重緊缺 即是你買了房子 都要提早去排隊 即是他按戶籍的先後次序 你那個戶籍 只有一兩年 可能你都讀不到 那你因為你這個南站 新城 他有那個小學 幼兒院的配套 那你他後面 有間那個 惠陽一中實驗中學 我不是是省一級的高中 來的嗎 那其實只差一間初中 那你那些小朋友 讀得來 你那些讀得快 起好了 那你變了 很多人 是 一來考慮將來的升職空間 二來也會考慮小朋友讀書的問題 即是這個是我的本地客戶 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感覺 是這樣的 因為你始終 你淡水的街道 他始終是舊那些 那 對一些現在的80後 90後那些 新婚的家庭夫婦 真的喜歡南站 新城那些 比較多的 即是亞居樂 就不是說沒有人喜歡 有 但是你說本地客 可能偏向上了年紀那些 那些 較為年輕層那些 即是90後 80後那些 他可能那些家庭 他就不想那麼入 就想出回來少少 但是出回來那些 你出回來那些 你升學那些 無批兩萬一一方 旁邊有個天柱春秋 即是加油站上面 只有兩棟樓 賣到萬八 升學榮域又沒有貨了 但是有貨在一個小小區 不是說一個很大的小區 只有幾棟樓 那都是無批的 那你還有一個倉圓 倉圓那些 二手萬四五 無批為主 那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盤 一個二手盤 那個盤 也是一個 即是反正 那些二手盤 都要去到萬四五元一方 那你變了 那你變了 即是三年到五年樓齡那些 那你變了很多客 你不如你也是選擇 這個 南站新城 不過你說本地客 老實說 我那些 喜歡選擇特價單位 那些 天地流程 那些 因為本地客的售價能力 是比較差的 那有百分之三十是本地客 那你和一百分之二十是甚麼比例呢 那一百分之二十就是外山客戶 外山客戶 我們這邊 因為惠州是全國移居城市之一 那所以很多東北的客戶 北方的客戶 都願意買到來這裡 度假 養老也好 或者東京為主 那正常 因為它將是南站一個TOD項目 但你也聽到 五成深圳 三成本地 兩成是那些外省 東北為主 大家你發覺 其實香港人的比例是很少 即是這個項目是有香港人成交 但它那個 比例的feel 是不是很明顯 是嗎 不是很明顯 但是有 現在你們 可能不是很方便過來 所以影響了 如果不是的話 你們坐在西九龍 直接坐高鐵就來到我們這裡了 是啊 其實以後才能力一定會很高 即是大家想都不是很符合邏輯 即是為何亞居樂那個港客的比例都很高 即是萬二百分之一 我相信都去到差不多百分之二十的比例 但為何這個盤你連五個百分之二都感覺不到呢 最主要第一 因為你很多人通關你不到 第二 去到上會又麻煩了 因為那個富邦華一 你變了那個按揭比較麻煩 一定要你通關過來面簽 即是就不可以好像南洋 行生啊 東亞那些可以去寄分合同在家簽 那些 那你就變成整個群體被人鎖了水口 塞了 對不對 那 但是我相信這個項目呢 後期那個香港客的比例都會提高 不過你本身你前期你人來呢 也都有困難 因為它那個板塊太大 附近還有很多些比較空的地塊 你又去不到營銷中心聽它的講解 那你就變成整個那個 即是你是很難理解到它那個地塊的框架 那我的行業拍得很 即是你說有興趣的 香港客人是有的 即是加了我的微信 他真的去談得很深 他買也是有的 但是始終都是 最後還是卡了在這個 按揭這裏 那今天其實都是跟歐元先生去 去落實 我是找一些外資的港資銀行 去對接這個項目 去做到這個寄籤的 但是呢 因為最終去做到最後 還可以 但是現在就 談緊了 那都跟大家講講那個 那個進展 那 怎麼說呢 我覺得這個項目 當然如果你可以全Pay一次性的話 你就 我是可以幫你開張這些內地銀行卡 那 只要是通過你的戶口的錢 來給你開發商 這個你可以去寄籤 你在香港也沒問題的 那 看看吧 這個項目後面有什麼最新的動向 我們都去更新一下 那 你又說說 他 你現在 那個北四區的話呢 他那個 車位是怎樣呢 都是一樣 好像北五區那樣 很綁綁車位賣 對 沒錯 那 那 北四區的車位 可能會跌倒一點 跌倒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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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北四區的車位 比例就沒有那麼多 1比1.2度 941套貨量 就1200多個車位 整個北四區只有980套貨量 940套 940套 車位就1200到1300 那 比例會低 就是 你好像北五區那個天原那裏 1比2 去到1比2 是 哦 譬如有980套貨量 有1800個車位 沒錯 那 如果是 譬如你現在這個北四區 天城 就是我們現在主推貨量 就是我這個價錢 如果他的車位不是貴很多 而我又買到的話 那個價值 我覺得會比這個天原會高很多 因為他那個車位的供求比是低很多 是 是 是 我們現在 北四區的車位一定價是12萬一個 12萬一個 12萬一個 貴這麼多嗎 那你買 你原先天原是10萬一個 哦 10萬 對 對 上次你跟我說買車位幾萬 對 我們還有折扣 哦 你說回結果吧 折扣 我們現在是12萬 你知道價值在哪裏嗎 我明白 我明白 我原先是特意買車位 我們現在 當然了 新品推出 我們可以打五折 即是6萬元一個 6萬元一個 現在你買單位 同時買車位 我的車位還可以優惠2萬 四萬元一個 四萬元 如果是天原就是 三萬 天盛就四萬 貴了一萬 沒錯 那四萬元一個車位 同時的房子再打一個 九八折 即是二百萬便便宜四萬 嗯 那實際你就是買房子 送車位 哈哈哈哈 那這個就是 天盛的一個價值 那你這裏三個組團 還有一個天環 天環可能是今年年底 還是怎樣 年中 六月份以後 六月份以後 那我始終覺得這個項目 是有它的前景在 那最重要是你找到 對的樓層 好的單位 那你說 上會有 即是買這裏 你會有些貴的 你會有天地樓層 或者是 老實說 你有二手 我也有 都可以綜合選擇 但是你說一手 歐陽先生這裏 絕對可以給你 清職的服務 因為 剛才我和歐陽先生 去聊天 真的了解了很多 即是原先就是 溪谷那邊 溪谷那邊 你也服務了很多 香港業主 對不對 那 溪谷現在好像 沒什麼貨賣 沒什麼貨賣 只剩下別墅 還有公寓 別墅那些大件事 八塊 八百萬左右 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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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主要主打溫泉 就在阿嬌樂 隔了一個山頭 也很近 還有之前在歐陽山 我都說過 新加坡的項目 我不是叫新加坡 是馬來西亞 森林城市 也做過 還有 鳳凰城 他最早做的 廣州的鳳凰城 城郊第一套業主 就是這個 香港客戶 是 是 在真城開這個牛仔廠 買個別墅 哈哈 五百多萬別墅 現在升了千多萬 絕對要千多萬 對於香港人 他注重的服務 歐陽山會比較清楚 那 好了 今天這個探訪回方 就進行到這裡為止 你有興趣的朋友 你可以加我微信 Vchart 有關這個項目 最及時動態的資訊 我和歐陽山都會回覆你 包括這個片區 有些什麼 一二手 我也可以去 介紹給大家 那 記得分享 和關注我的頻道 和給我讚好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